开放资料,然后你去抓,抓的时候呢,如果说在手机APP的话呢,他抓到的时候先塞到他自己的资料库 其实手机APP呢也是Sequel Live 所以呢,丢到Sequel Live之后的话,他再做后续 跟那个像Google Map结合,比如说又呼叫Google Map的这个service 然后呢,就可以自动的帮你把那个附近的口罩的讯息呢,把它打地标 有没有,然后你就知道说附近呢,可以列清单模式,也可以地图模式 甚至你点了之后也可以导航,看是要坐车还是要开车或走路,OK 诸如此类的 那这延伸性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今天的话呢,重点我们就摆在什么,摆在那个 像开放资料吧,也许如果后面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就是在台北市的资料大平台,里面的资料目录 你就找什么,找那个CSV 我是找这个CSV,那你把它筛选一下 里面一堆这个CSV的资料,可以拿来应用 那我只是挑第3页里面的那个 公有市场的资料来应用 那未来呢,其实还有所谓的什么 XML形态的资料,或Jetson的形态的资料 那也就是如果开放资料,这3个你都OK的话 那也就是以后如果你要拿 网路上面的资料来应用做大数据分析处理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OK 所以呢,刚刚第1个我们已经把什么,把资料呢 从那个 网路上面把它下载下来 用什么,用request OK 把它get回来了 第2个的话呢,就是切割 OK,切割好了 然后把那个list2也显示出来 可是接下来的话呢 我必须要再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之后再从资料库里面查出来 做之后你要的报表跟统计分析应用 所以呢 下一个step就是 如何把 刚刚下载的东西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其实也可以复习一下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是把那个什么 会员资料 有没有 member01 member的资料 下载下来 那member的话呢 基本上 总共就是几个栏位呢 我们可以看那个云端里面的话 member 这个 这个打开来 里面的话就有5个栏位 有没有 那我可以什么 5个栏位 刚好在这个地方也是5个栏位 所以呢 其实呢 假设啦 未来如果你实在是不想记太多的话 有些时候写过的程式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还蛮好用的 稍微改动一下就ok了 比如说第1个 这个其实常常都可以用 这个是import 所以 等一下我们要写的话 你可以拿那个上个礼拜写 写好的程式拿来用 那怎么用 第1个 一定要import它 所以import sqlite3 所以你就把importsqlite3 把它写到这里 或者你干脆什么 加豆点 sqlite3 这样就不用多一行 ok好 import 第2个的话 就是什么 建 一个 资料库连线 然后产生一个资料库 如果说你不想用科舍01这个名称 你可以用别的 所以 建了资料库之后的话 如果有 存在某个资料库 我们就把它删掉 然后去执行 那个sqlite3 所以这三 这四行其实可以把它砍作c 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下面 那我就 建一个sqlite3 然后 连线 也许这个名称我不一定要叫这个 可以叫什么market 也许叫 市场 market 然后market.db ok 那我就建了一个资料库 然后呢 再来的话 这个是主要 如果那个 member01有存在的话 那我就什么 不是member01 我换一下 叫什么 market 干脆叫market01好了 如果market01存在的话 就把它装掉 这个配合什么 配合底下 所以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 建立资料表 如果那个table存在的话 然后呢 如果不存在我就建立 如果存在那我就不建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把这三行复制 建一个资料表 ok 资料库 资料表 ok 那 至于那个栏位名称 要叫什么 如果你实在想不到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叫abcde 刚好我们有 五个栏位 对不对 那我们干脆叫abcde 如果你实在 想不到什么 名称的话 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个资料里面 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 从那个台北市的这个 公共零售 你会在这里面预览一下 他这个里面的资料呢 我直接开这个 你会发现 日期 所以这个形态的话 其实 当然你可以用test 没关系 全部都用test ok 只是说 如果你要更精确的话 应该呢 这个可以把它改成day time 日期时间 然后呢 这个用test ok 这个test 这个test 那最后一个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用小数点 你可以用real 或者用double ok 所以 假如说呢 我们后面 栏位的形态 你这边可以叫什么 date day time ok 形态有一个叫day time 日期时间 这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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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呢 有小数点 你可以用double double double 如果是整数就int ok 前面有讲过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建了一个 market01 的一个什么 table ok 建一个资料库 然后再建一个资料表 里面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好 好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再来的话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什么 把list 2里面的东西 丢到 ABCD 就是这里面的话总共也 这个list里面 总共会有中瓜胡林 到1234 好 所以要分别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丢到 market01里面去 那所以要怎么做呢 其实跟上个礼拜那个什么 会员资料蛮像的 我们在哪边 就是跑一个回圈 有没有 不过这个我们是读档 差别在这里 他是读到list1里面去 哎 那其实这个list1 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刚刚的list2 所以呢基本上 你只要把list1 改成list2就可以 那再来 我就是要怎么 如何把什么 把这个资料呢 哎 直接全部丢进去 OK 所以最难的地方就在哪里 把这个东西 丢到这里面来 OK 那做法的话呢 不外乎就是什么 把这个list2 结合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跟什么 跟等一下的 insert2结合 你要怎么结合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会员的这个资料读取 结合进来 那这个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 找一下那个 我们的云端 我印象中是把它放在第5个单元的最后面吧 就是 会员资料的读取 我印象中是在第5个单元的最下面 也有刚刚这个层次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自己再找一下 OK 资料库 这太多了 在底下 在这里 会员资料 Member 就在这里 应该是在第51页的地方 OK 刚刚的东西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